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D-Day 问 師傅,兩位師傅,可不可以說說樓市和金價? 因為剛才有個觀眾可能看到師傅說股票說得這麼開心 是,可以的,不過不是短期內的預測 我會預測這個金價在未來三年左右 應該會一直被重視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會看到可能大家都會有個感覺 就是全球的貨幣已經是開始暖濕了 由量化開始,你會看到美國那邊不斷印銀子 英國,即是歐洲那邊不斷印銀子 遲早有一天霸佈的 所以我自己會看好未來的金價 以及全世界開始會把金的地位提高 當一提高的話,金價便自然上升了 是,記念他就問了,一枝會不會很快用完呢? 不如我解答吧,師傅 好啊 那就要看看閣下的身形吧 看看你每一天,你會不會在家和外出 但我可以補充的,這個噴霧器是很節省的 噴法是節省很多的 這就是了,因為它是冒化的 對,沒錯,是很節省的 可以用多兩三倍的 這個噴霧器很值得的 老實說,我也見過有坊間不同的噴霧器 我看到師傅這個偏薄的 其實方便攜帶 手感很好 方便攜帶 好,Libra有個問題 他想問,師傅,火地二十年 如果熟水的行業會不會有影響呢? 八字水多的朋友要怎樣做才好呢? 那五師傅可不可以解答? 哦,當然這個是大方向來的 我們始終,你個人的 就一會是個人的命去看 是 你如果知道自己是既火的 那自己就更謹慎 是 是 當然,這個大方向 不是全世界每個人都一樣 是吧? 那變成你自己的命 是有沒有運行呢? 如果沒有運行,行什麼 金木、水、火、土都是值得的 是吧? 所以,你最好是找師傅去幫幫你 怎樣看下你的命 怎樣去出吉避兇 這樣 嗯,因為個人的 是呀,個人的 是呀,個人的 是呀 是呀 即是你例如像這個疫情一樣 大家都會見到 是呀 疫情,有些做生意的 賣口罩,賣消毒藥水那些發達 是呀 那你做飲食其他人 當然是呀 是呀 所以我們講 一個大環境 基本上不好 但是在某一撮人 是會好的 是呀 所以不可以一概而論 我也贊成的 因為其實我 你會見到 我很少提及 八運又怎樣 九運又怎樣 這個大方向 因為這個方向太大了 二十年 我給你這個大方向 對 那又怎樣 分分鐘你會死在小方向裏面 即是例如你八運第一年 是做口罩的 你要輸出十七年 你第十八年才開始賺錢 那你說 你說 頭那十七年這個大方向 他問你師傅我做口罩好不好 你說好 喂師傅我輸了十幾年了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 根本真是大家 不要太過沉迷去知道 九運未來二十年的大方向是怎樣 是要知道 不過不要太著重 其實要著重的 不如你們著重每一年的小方向 你們隨時會在市 即是跪低在小方向方面 還有一件事 我亦都想說的 就是不知為何這麼多人問 師傅我這個行業屬什麼 這個屬什麼 根本我已經告訴你 現在的行業或某種物質 根本不是單一純的五行 有很多五行 即是有很多行業 任何東西 根本就是三個五行 合在一起的 或者某個行業就是金水 就不是 我現在都找不到什麼叫純金純水的行業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們如果真的喜歡研究命理的話 你記住我說一件事 有水的未必有木 有木的未必有火 但有火的必定有土 火土是黏在一起的 接著有土未必有金 有金未必有水 只要大家知道這個五行的關係 大家又會清楚些知道 根本這個世界 火和土是一齊出現的 有土不是代表有火 但有火必定有土在後面跟著 或者是拍著一齊來的 不過就是先火後土的意思 蕭醫師 蕭醫師 講開 有些觀眾可能他都會問的 例如有些人他們重養 是嗎 來著拜山 當然 除了用我師父的沉香水之外 但是你知道 有時候 特別好像我自己那樣 家族傳統 我們很流行凌晨很早去拜山 為甚麼呢 因為你知道 特別有時會有風路之類 清靈重養 有時都會有個別的地方 例如周居勞頓 怎樣可以特別有一些食療 可以幫助自己提升精神氣力 其實在說這之前 我剛想起一件事 剛好後師傅 就是火肚一起的 嗯 我想起我師傅說一句 原來 少陽膽經 嗯 他病的話 通常會連肚一起病 是啦 沒錯啦 所以說少陽膽經是主要上火的 嗯 原來我師傅說 少陽膽經病 他要麼就拿著皮肚 要麼就拿著胃肚一起病 所以 我覺得醫學和原學 有少少東西是 在一起 根本是分不開 對 真是分不開 對 所以 我經常覺得 其實有時候看八字 有些是可以看到病 就是原因在哪裏 那 回應剛剛Mac的問題 有些甚麼凌晨 其實呢 可以試試按下一個叫內關穴 哦 內關穴 內關穴其實在手裡面 在手 那手呢 其實是中間有兩條筋的 有兩條筋的 自己摸到的 大概是兩隻手指 三四手指左右的距離 其實呢 就在兩條筋的中間 這個內關穴 現在正在按的位置 大家都可以上網 再找找那個位置 準確位置在哪裏 這個內關穴其實是很安神的作品 是凌晨的 還有如果想凌晨的話 可以試試用一些玫瑰花 安神 定置 是 我有一個古方 你古方 媽媽教的 是 媽媽教的 是啊 含片薑 如果怕自己暈車浪 含片薑行不行 你有沒有試過 我試過 搭船 是 我有少少暈的 即是太拋了 吃含片薑在這裡 其實可以 生薑還是醃了 生薑 生薑片 對 生薑片 行不行嗎 因為通常暈車浪 你會發覺 除了頭暈之外 你會有反胃的感覺 是啊 沒錯 但這個生薑是止吐的性藥 通常醫胃病 我們都是用生薑 乖不行 是啊 我必要下生薑 所以生薑 不是說它可能刺激 令到你生病問題 而是它令到你的胃氣 其實是可以平衡回來的 哦 所以可以再 因為其實暈有幾個原因 中醫說 一是 就是血衝得太厲害 導致腦有太多血 有機會無緣無故暈 對 一是就是血不夠 上頭 其實通常如果是胃氣上 液都會導致頭暈 那生薑可以平衛 對胃也有幫助 那你在液醫液療 應該多說一些 可以的 沒問題 好啊 大家記得留意 是不是很精彩呢 忌廉都說很精彩 所以大家記得留意 逢星期五 早上11點 焦點視頻 是液醫液療這個節目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我自己看完第一集 我都覺得很精彩 好了 先問一下五師傅 阿卡斯 Vincent 他問 如果銀 即是金銀和鐵石的銀 是否屬於 又有金又有水的東西呢 如果是純水 是銀 當然是屬金 是的 跟水 沒有想錯 是吧 有時我看到 例如餐廳 餐廳說 收銀署是屬水 災頭是屬火 是否有這樣的看法呢 一般很多人都是這樣理解的 正如剛才所說 其實每一個行業 還有三、兩種五行 都不出奇 是吧 所以你說單一輪謀一個行業 在現代來說 是沒有本代那麼單純的 是的 還有我又想說 講開 真的想起 剛才在想不起的 根本就是 那個物質 屬於什麼五行 記住 你們一定要分 那個形態和那個質 是有分別的 例如很簡單 什麼屬木 能夠燃燒的東西就是屬木 例如木啊 布啊 石油啊 就是那些 根本就是屬木 但是木之中呢 它有不同的形態 就是燃料 我們有固態的燃料 燃料有液態的燃料 就是有不同的態的燃料 那大家都是屬木 有氣態的燃料 難道你說 啤士是屬氣 不是木啊 沒錯 是吧 燃燒得那種就是屬木的 沒錯 我們不理你什麼形態 總之你能夠燒的 我們通通當屬木 沒錯 但是那些人就經常 欸 就是 執著了 液態燃料 它是不是屬水 那關水什麼事呢 是不是 根本它就是屬木 不過它的形態不同了 所以不要讓它的態 固體 又或者是液體 氣體 這樣影響了人 沒錯 是 OK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 我自己也很開心 就是來近星期五 中午十二點 接著下 十一點是疫疫療 然後中午十二點 就是五師父和喉師父 八字面相 這個節目 又說八字又說面相 到底會拆出什麼火花呢 又是大家值得留意的 今天這個直播 都要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準備的話題實在太多了 亦都太豐富了 三位的嘉賓 我們今天邀請到 有很多VIP 會有可能會有一些VIP smaller人 會想問問阿司 我們就能上星期二 阿師香二 對這裙 Charlie 給我們訪問 今天都是差不多 好嗎 很感謝三位 jour上 刘师傅,萧姨,好吗? 好! 下次有机会大家再留意我们的节目和节目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